点亮LED灯 在BPiBit它使用的是25颗RGB LED灯 它点亮的方式就和Microbit不太相同 Microbit可以直接使用GPIO角位来让它点亮 每一颗灯占一个GPIO 在BPiBit里面它是使用所谓的near pixel 这个函式库来让LED点亮 所以我们的Arduino IDE要支援near pixel near pixel这个函式库 那你就需要到网站上去下载 这个函式库 下载完它是一个zip档 那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在 ArduinoID里面 操稿夹汇入程式库 使用zip档 找到你的下载 这个 这个 确定之后 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工具里面的管理程式库 你输入 NEOPIX 那你就会找到 这一个 NEOPS BY 也就是 这个程式库 MAKUNA 这个程式库 那你就把它怎么样 这个程式库把安装起来 装完就关闭 这样你的 Arduino IDE就拥有这个程式库了 那程式库我们来点亮LED 我们开启范例档 档案 范例 里面的 NEOPIX 这一个 TEST 这个 好 这是一个 它的标准的范例档 那我们需要改几个地方 好 我们需要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的LED灯是25颗 所以你要把 原来是 大概第16 十七行这里 本来是4跟2的 你要改成25跟4 好 我们使用的 脚位是4 GPIO脚位是4 所以 大概在第16 十这里 好 你找到25 这个改成4 好 再来 请你在 在大概67行的部分 在SETUP里面 你要设定说 我们的LED灯的POWER是多少 然后指定它的数位输出 所以你把这两行复制起来 到第67行 在SETUP下面这边 好 就把它贴上 好 贴上在这里 好 那我们来尝试编译看看 编译测试 那Aduno ID第一次编译会比较久一点 编译完成没问题 上传 上传前 记得我们之前讲的 你的驱动要是选好 然后板子要选对 好上传完毕 那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我们的 BBI-BIT 这时候它会亮4颗LED灯 好 现在太亮了 所以你只看到全部都是白白的 稍微把它挡一下好了 看会不会 还是太亮 一颗 一颗 红色 绿色 蓝色 白色 四颗 这样还是不行 好 我们现在因为这LED灯太亮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子你就可以使用Aduno ID 点亮 BBI-BIT的 RGB LED灯 后面 是